欢迎收看小高 因为全红蝉 全红蝉练习跳水的弟弟妹妹 也收到了很多粉丝的关注 特别是弟弟全景鹏 因为在跳水比赛中 一度也上演了水花消失术 这也让很多网友 期待全红蝉的弟弟妹妹 成为中国跳水队的未来 可是讲真的 有的时候期待越大 失望也就越大 全红蝉的妹妹 全红陶这边的发展 就让粉丝意外 此前 全红蝉回家的时候 当全红陶出现的时候 全红陶变形的体型 也是让球迷大呼意外 要知道练习跳水的时候 虽然全红陶的体型 要比全红蝉大 但是还是控制的非常不错 据悉 09年出生的全红陶 在没有入选省队之后 他选择了放弃跳水 全红陶选择到了当地 某中学上学 因为突然间 中断了高强度的训练 全红陶的身材 也是迅速的变胖 不过虽然不再练习跳水 全红陶还是会回到体校 帮助全红蝉的恩师郭义 带着小师弟师妹训练的 全红陶退出了跳水 粉丝把希望都放在了 全红蝉的弟弟全静鹏身上 2011年出生的全静鹏 在2024年7月的 广东省青少年跳水锦标赛中 再一次对省队发起了冲击 不过这一次比赛 参加多项比赛的全静鹏 仅仅拿到了一组男女混合双人 三米跳板第6名 显然这个成绩是无法进入省队的 13岁还没有进入省队 全静鹏的起点 别说落后于全红蝉 他已经落后于同龄人 要知道想要进入国家队 这个年龄基本上应该是省队的主力了 或许也是因为如此 全红蝉弟弟全静鹏这边也是摊牌 官宣了决定 那就是全静鹏也放弃了跳水这条路 趁着年龄还小 全静鹏决定放弃跳水这条路 离开跳水之后 全静鹏去了三姐的学校读书 他选择了回归学校继续读书 从备受期待的跳水之星 到回归学校读书 全红蝉的粉丝 可能对于全静鹏的发展有些失望 不过讲真的并不是每一个人 都有全红蝉那样的天赋 趁着13岁起步还不算太晚 全静鹏回归校园 回归文化课或许才是最好的选择 至少全静鹏的这个选择 全红蝉的父母都是支持的 最后我们也期待全静鹏 在新的舞台上能够好好努力 取得佳绩 不要让全红蝉失望